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也在一直注视着中国海军 2021年1月27日 美国国会发布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国海军的报告 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 聚焦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 这份报告老调重谈 称中国海军已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 对西太平洋控制能力的重大挑战 报告再次渲染 中国海军是全球最大舰队 中国海军具备区制能力等中国威胁论 报告称 在新一轮大国竞争的时代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 包括海军现代化努力 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规划和预算的首要焦点 中国海军自上世纪90年代初 至中期以来 经过25年多的稳步现代化建设 已经成为中国近海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并将在更遥远的海域 包括西太平洋、印度洋 以及欧洲周围海域等更广阔的地区 开展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 相对去年的报告 今年这份报告有了些许变化 首先美国终于承认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 编号是002 不是001A 这份报告同时宣称 解放军正在制造常规动力新航母003 排水量此前预估是8万吨左右 但最新的卫星图显示 003的排水量达到10万吨 同时会搭载FC-31和歼20发展而来的五代舰载机 同时中国试图发展10万吨核动力电磁弹射器航母004 但由于经济原因 这一发展已经暂停 报告渲染称 中国已经在南海和西太平洋获得了优势 美国海军需要通过研发技术 改变舰队结构 提高战备能力和研发新技术武器 来应对中国海军 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此前曝光了一份新的卫星图 图片中可以看出 一个新干船屋正在三亚基地紧锣密鼓的建造 该船屋建成后将能够轻松容纳003型航母 不仅如此 该船屋旁还建造了一个新码头 并正式投入使用 一艘075攻击舰已停靠在港口叙事待发 据报道 该码头至少可以容纳两艘075 美媒称 新船屋已基本完工 周围很可能还建造了另外的潜艇基地 用于停泊攻击舰保卫航母 这一系列军事建设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海军实力 同时这也意味着 003型航母将永久驻扎南海 所以在海南建设的这个新船屋 将在未来有效维护和保养003 此外 美媒还声称 中国的另一款航母山东舰 频繁往返于大连造船厂和三亚港 这也代表了 中国海军日后总能保证 有一支航母战斗群在南海战备值班 另一方面 兵工科技还曝光了003型航母 越来越多的细节 从最新照片来看 003的轮廓已基本完工 正是合拢刷漆 下一步就是要搭积木式的搭建甲板和舰船 预计2021年内主要建造任务就可以顺利完工 即将下水西装 值得一提的是 003航母是在2020年7月底才开始入屋合拢的 截止目前不过近6个月的时间而已 003航母的建造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 除了因为造船厂工人加班加点的赶工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003航母采用的是巨型总建设锻造法的建造方式 这种建造方式不同于传统 先铺设龙骨 再一点点逐渐向两边和上部延伸的塔式建造法 而是前期先在厂房中生产好多个巨型总段 之后再将这些巨型总段调运到船屋中进行合拢就行了 为此可以节省大量的船屋合拢时间 从下水西装到海上试验等等还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根据推算 2024年底至2025年中 003将会完成海事 正式加入中国海军舰艇的行列 一些军迷推测003的总长度在320米 水线宽约40米 与美国小英级航母的大小比较接近 这也就意味着003一旦完工 将成为整个亚洲吨位最大的航母 到那时 中国也将正式迎来三航母时代 作为一份发布给美国参议院议员的年度例行报告 这份报告科普性质颇为浓厚 报告内容多以结论为主 目的是让美国的参议员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海军的发展情况 虽然报告较为简单 但也反映出美军对中国海军发展情况的认知 这份报告重点谈及了解放军正在发展的几个平台 包括航母、水面舰艇、水下舰艇、两栖攻击舰等项目 由于中国采取联合作战的形式应对海上冲突 报告除了介绍中国海军作战平台以外 还重点介绍了火箭军的平台 报告认为解放军已经部署了两种反舰弹道导弹 东风21D和东风26 报告提及 东风21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在去年8月的实弹试射演习中 成功击中西沙群岛以南的一艘移动靶船 中国也在开发高超音速滑翔体反舰导弹 这可能使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更难被拦截 除了航母以外 这份报告还宣称解放军正在发展076型两栖攻击舰 或许装备弹射器 在解放军的发展目标上 报告继续渲染解放军 正在建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舰队 报告称 解放军拥有大量350艘军舰和潜艇 其中包括130多名主要水面战斗舰 相比之下 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约有293艘船 对于中国的海军力量现代化的目的 报告认为 首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台海潜在冲突 成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绝力量的一部分 阻止美国干涉在台海 或其他中国近海地区的潜在冲突 报告强调 美国海军正在迎接冷战后的第一个挑战 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不断地建造军舰 来提升自身的海军实力 并且中国海军更是频频在西太平洋地区 扩大地区影响力 因此美军认为 长此以往下去 美国海军地区影响力不仅会有所下降 甚至就连美国海军霸主的地位 也将受到挑战 或许在美军眼里看来 中国海军的崛起对美军就是一种威胁 然而美军不知道的是 中国正是因为在早些年的时候 遭受了巨大的磨难和创伤 这才使得中国彻底明白 只有不断发展自身的军事实力 才能保护我们的祖国 不受外界侵犯 所以中国海军的强大绝非偶然性 因为这是必然结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